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小美承诺的医院是一家带有犯罪性质的医院 不过公司并不在乎这些 让医院给小美开了两剂特效药 小美好了之后又开始急着浪 代言广告接到手软 但是也渐渐地开始迷失了自己 某一天 小美的妹妹突然来找小美 会来事儿的女助理 哪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马上安排两人在没人的地方见面 妹妹表示 自己有这样的姐姐真的是很幸福 小美一顿感慨 自己只有脸蛋 其实歌不会唱 戏不演 很绝望 回到公司之后 发现公司来了新人 新人没有整容脸 清纯的面容与自己完全是两个风格 一时之间 新人抢了自己的风头 暂据了各大时尚杂志的封面 与此同时 警方也找上门来 希望小美能够出级作证 那家整容医院确实有问题 小美回家打开警察的材料袋 看见自己的照片给自己都吓哭了 这真的是我吗 没过多长时间 小美的整容后避症又开始犯了 这次开始出现幻觉了 在舞台上出现了洋相 回到家和女助理一顿死吧 女助理一看见小美马上就要过气了 便放了最后一大招 把小美整容前的照片寄给了各大媒体 一时之间 关注点又回到了小美的身上 小美公司给小美写好了公关稿件 小美换了农装 出奇的发布会 面对着闪下涮那闪光灯 小美决心以最极端的方式退出娱乐圈 本来是一幅挺雪惊赖眼的画面 让超神导演拍完之后 却变成这样一幅唯美的画面 毕竟玫瑰凋谢那也是一种美 小美销声匿迹 新人接替了小美的位置 火得不要不要的 拍完广化片之后 来到夜店放松心情 却看见了小美成为了地下女王 这部电影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女人不会因为美丽变坚强 而是因为坚强才美丽 整容只能改变你一时的命运 强大的内心才会改变你的人生啊 好了 狼狈就看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鱼罐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